亚当斯成为美国史上第一名 面对刑事控罪的在任纽约市长 他涉嫌非法接受土耳其公民 提供的竞选资金和贿赂 让土耳其领事馆 不用经过建筑物安全检查 就可以启用 被控贪腐在内的五项罪名 亚当斯否认所有不当行为 会抗辩到底 也不会辞职 当斯否认 拉得住审刑事 当斯否认 在乎国间的反应 和计刑事与卫生 因此 联邦检察官星期四公布了57页的起诉书 追诉亚当斯从2014年开始涉嫌的腐败行为 违法行为包括接受外国非法竞选捐款 还有高达10万美元 也就是超过41万令吉的招待 包括豪华酒店住宿和高档的餐馆消费 作为回报 亚当斯涉嫌施压纽约市政府官员免除安全检查 让36层楼的土耳其领事馆新建大楼投入运作 他被控电信欺诈 贿赂和向外国公民索取竞选捐款等等五项罪名 打赏和向外国公民索取竞选捐款